Hello,大家好 今個星期講到慶合合的題目 都是與內地拉閘限電有關 今日這個節目或這個時間 想跟大家分析一下近來內地限電的一個具體的成因 以及內地政府有甚麼方法解決 以及短期和中後期對於內地的經濟 或者對於市場的影響 究竟是去到甚麼程度 首先講回今次限電的原因 其實限電的原因真的很簡單 沒有外界或很多分析說得那麼複雜 或者說到深層次有甚麼陰謀論 或者有一盤的大棋 其實也不是 今次限電的原因 很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為電力供應不足 同一時間的需求是飆升的 這個可以從國家統計局的用電數字看到 因為今年1至8月內地的用電量按年 即對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13.8% 原因就是部分產業的增幅 尤其是大 有部分就是大家外界的分析所說 因為外界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的生產 其實搬來中國做 所以你從出口數字的增長都看到這個情況 製造業生產增加的話 用電量自然會提升 另外其實增幅最大 並不是這方面的製造業 而是很多民用的用電 增幅是大的 例如很多商業的活動 尤其是一件事 就是大家看到近來的電動車 發展得慶合 尤其是2020年 或者2021年上半年 其實電動車的增幅是相當大 電動車代替了傳統燃油車之後 本身入油 現在要充電 即是對於用電的需求 其實是一個大幅增加的過程 因為整個零售 或者整個電動車的充電 按年增幅 其實是超過100% 所以在眾多的需求增加的情況下 用電量 是會提升了 同一時間 內地的 發電的供應彈性 其實是有限的 從內地的能源結構 從發電量來看 以2020年來說 火電是進一步降低的 但降低極 佔整體發電量 仍然有60-70% 剩下30% 才是一些 所謂新能源發電 即是光復、風能、核能 水電 或者其他 例如垃圾焚燒、發電 佔的比例是相當低的 而那方面的發電 無論水能、核能、風能 或者光復 本身的利用率 已經是100% 所以即使用電需求增加 亦沒有辦法 產生更多的能源 唯一可以有供應彈性 只有火電 一來火電佔內地的主要發電 佔絕大多數 比例 以及大部分的火電廠 使用率 本身是不高的 因為2020年 大部分火電廠的使用率 都是49.5% 即是有很大的供應彈性 可以發出更多的電 問題是 為何可以發更多的電 燒多些煤 便可以發更多的電 原因是 它真的無法燒更多的煤 原因是煤的供應不足 有兩個數據可以看到這個情況 第一個數據 就是 去到 九月份 初為止 內地電廠 平均的 Inventory Day 即煤的 存貨使用日期 只剩下10天 正常的情況下 對於電廠的要求 存貨需要20天以上 到10天 即是 供應或存貨 相當不足 第二 是看煤價 用最經典的 循環島 5500K卡 動力煤的價格 去看 正常的情況 過去10年 例如2008年 到2020年 大部分時間 這個品質的煤 循環島的煤價 是400人民幣 到800人民幣 每噸 但是 短期內 一直在 飆升 到了今年 接近九月份 就曾經 創過一個 歷史高 1,500人民幣 1噸 即是短期內 升了兩倍 而電價 其實沒有 改變 所以對於電廠來說 一來 要很貴的買煤 二來 有機會 付更貴的價錢 都沒有辦法 買得到更多煤 所以導致煤炭不足 火力發電不足 最終就是電力供應不足 為何煤會供應不足 兩個原因 第一 因為之前 要供俗改革 所以關閉了很多 效率比較低 或者安全程度不夠高 的國內煤礦 所以國內的產能 受到一定限制 第二 因為本身的煤 都不單是國內生產 很多是靠入口 澳洲煤 佔入口三成 但今年年初開始 內地已經禁了澳洲煤入口 所以在海外供應方面 亦略嫌地不足 所以在供應彈性不夠高 情況下 導致缺煤 缺煤最終導致缺電 缺電 大家看到現在的情況 過往 例如昨天 內地法國會 已經開始正視 回應相關的問題 亦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案 解決問題的方案 有分上油和下油 源頭方面 因為都知道是一個煤炭供應問題 所以要求 國有的煤礦 或者是 符合生產標準的煤礦 增產 第二 就是入口的量 再一步增加 但這個供應彈性 都是有限的 短時間內 都未必可以解決 所以要從下油 下油有兩個方案 解決 第一個 容許電廠 提升電費 提升電費後 下油用電 尤其是工業 如果計算 電壓貴了 再生產 沒有效率 自願停工 即是 供應 因為提升電價 都會受到少益 供應 沒有那麼緊絕 需求沒有那麼快 對供應的壓力 都應該會有所舒緩 第二 就是電力的分配 現在你見到各個地方省市各自的方法 例如 135停電 246繼續供電 現在 法國委的指導意見 首先 補了民用 所以你不會再聽到新聞 突然停電 大肚婆 拖著8個月的肚 要25至30樓回家 這情況 不會再出現 補了民用 部份商用 都會補了 例如餐廳 那樣東西 應該都會繼續開 但 這個結果 會導致工業方面的用電缺口 更加大 講完內地政府應對後 實際影響 短期的影響 相信 由於源頭 短期 沒有解決 煤炭的供應 短期沒有解決 情況下 所以 缺電的情況 會持續到 第四季度 上半個季度 即整個10月 或11月 最快最快 最樂觀的情況 這個供應的缺口 即煤炭的缺口 可能都要到年底 11月12月份 才可以得到緩和 所以缺電的情況 可能都會延續到這段時間 所以 引致一個結結果 因為你缺電 內地的 政府處理方法 就是加電費 和保民用 加電費 就會導致兩個結結 第一個就是 效率比較低 工業不就有機會停產 第二 就是 依然繼續生產 由於你的能源成本 電費成本 會上升的關係 這個其實會傳導到 整個工業生產的成本 就會上升 所以你應該未來一兩個月 都會看到PPI 會有一個提升的可能性 如果這件事是進一步 傳導到下游 因為成本上升 可能下游的物價 是有機會提升的話 這可能有機會影響到 年底的消費意欲 因為有機會貴了 有機會貴了 第二 就是生產的調配 所以導致工業生產 或者製造業生產的節奏 有機會 會進一步 被打亂 這個情況再傳導下去的話 可能有機會 導致 下半年 導致第四季度 內地的GDP的增長 或者GDP的復甦 會有進一步 被調低 的空間 還有有部分的 股份 可能短期來說 都要注意一下風險 因為近來有很多電力相關股份 無論是新能源 或是傳統的火電廠 其實股價也有很大的升幅 但這次缺電和限電 提醒大家 由於火電廠近來發電成本 大增 他們很大機會 在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會虧錢 如果短期內 股價上升 而又出現負面因素 股價調整的風險 會逐步增加 如果是火電和發電佔比 比較高的企業 可能要小心 股價調整的壓力 至於這件事 會否形成一個 黑天鵝 因為 可預期的 成為黑天鵝的機會 不是那麼大 這也叫做 大家 無論民間也好 或政府也好 都開始正視這個問題 限電也好 或缺電也好 大家都開始計算了 所以對於GDP 或生產的影響 如果大家心裏有預期 盡早作出反應 或預備 導致一個不可控的結局 情況或機會 不是那麼大 反而現在 對於市場來說 最大風險 都是內房債務的危機 會不會接觸 提供機 達成為黎明 最大的 企業 現在 交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